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2024年8月14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BOSS时政经济 我是BOSS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让基金经理们集体闹洞的大事 要求放宽国债期货限制 这事听起来好像离咱们老百姓挺远 但其实背后暗藏玄机 今天BOSS就要给大家巴一巴 看看这些西装革履的基金大佬们 到底在打什么如意算盘 首先咱们来看看这些基金经理们都在哭诉些啥 他们说现在国债期货的限制太严格了 淘宝策略难以实施 风险控制不住 简直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彭阳基金的王精锐 这可是业界的大佬级人物 也跳出来喊话了 说现在的限制让他们淘宝策略 难以充分对冲组合风险 哎呀 听起来好心痛的样子 说白了不就是怕亏钱吗 再来看看数据 中信期货的报告显示 2024年上半年 持有国债期货的基金公司数量 从31家猛增到40家 持有国债期货的基金数量 也从83只暴涨到106只 这说明啥 说明这帮基金经理们 早就盯上国债期货这块肥肉了 现在是馋的直流口水 就等着监管层松绑 好大块躲移一番呢 那么问题来了 为师摩这些基金经理们 这摩迫不及待的想要放开国债期货限制呢 BOSS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债势风险日益攀升 基金经理们急需一根避雷针 这些年来 为了刺激经济 羊妈可是莫少放水啊 债势一路高歌猛进 如今已经涨到了令人心惊胆战的高位 用一句俗话说 就是水漫金山啊 这泡沫啥时候破 谁也说不准 一旦破裂 这些重仓债券的基金经理们 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所以 他们急需国债期货这个避雷针 来对冲风险 保护自己的屁股 你看看 2024年上半年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已经跌到了 2.5%左右的历史低位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债券价格 已经涨到了天上 再往上涨 那就是入云端了 可问题是 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好到 支撑这么高的债券价格呀 一旦经济数据转好 或者通胀抬头 那债势可就要遭殃了 到时候 这些基金经理们手里的债券 可能就会变成一堆废纸 第二 基金经理们想玩更大的 赌性难改啊 放开限制 就意味着可以加更大的杠杆 玩更大的游戏 要知道 这些基金经理 可都是赌桌上的老手 赚了钱是自己的 亏了钱是机民的 有了国债期货这个工具 他们就能玩得更刺激 更有机会搏一搏单车 变摩托 你们可能不知道 现在的规定是 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中 持有的买入国债期货 合约价值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15% 这个限制 对于那些 想要大干一场的基金经理来说 简直就是束缚住 他们双手的枷锁呀 要是能把这个限制 提高到30% 甚至50% 那他们就可以玩得更害了 而且 你们想啊 现在的债势 已经涨到头了 在网上涨的空间不大了 但是 网下跌的空间 可是大得很啊 如果能放开 国债期货的限制 这些基金经理就可以通过 做空国债期货来赚钱了 一边持有债券 一边做空期货 两头都能赚 多美呀 第三 掩盖债势真实风险 继续忽悠韭菜 债势泡沫越吹越大 风险也越来越高 一旦泡沫破裂 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掩盖风险 基金经理们需要国债期货 来粉饰太平 继续忽悠韭菜们往里跳 你们知道吗 2024年上半年 债券型基金的平均收益率 高达5%以上 远远超过了股票型基金 这磨高的收益率 当然吸引了大批韭菜 蜂拥而入 但是 这磨高的收益率 是怎么来的 还不是靠住 债势的疯狂上涨 可问题是 债势能一直涨下去吗 显然不可能啊 所以 这些基金经理们 就需要国债期货这个工具 来帮忙掩盖风险 通过买卖国债期货 他们可以在短期 内平华基金的净值波动 让基金的业绩 看起来更漂亮 更稳定 这样一来 韭菜们就会觉得 债券基金 既能稳定赚钱 又没时磨风险 于是就会 源源不断地 把钱投进来 BOSS要提醒大家 基金经理的哭诉 可不能全信 他们嘴上说的是 为了风险控制 实际上 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放开国债期货限制 固然可以让他们 更好的对冲风险 但也可能加剧市场的波动 甚至引发更大的危机 更重要的是 这背后反映出的是 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 债势泡沫 金融风险 监管缺位 这些问题 才是真正值得我们 关注和警惕的 下面 BOSS就来深入分析一下 国债期货送榜背后 到底隐藏住 哪些中国经济的顽疾 一地方债务危机 这可是一个定时炸弹啊 据统计 截至2024年6月底 中国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 已经突破40万亿元大关 相当于GDP的35%左右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数字 实际上还有大量隐性债务 有专家估计 如果把隐性债务也算上 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率 可能高达GDP的100%以上 你们想想 这磨高的债务 地方政府怎么还得起 靠卖的 可现在房地产是 厂都不景气了 卖地收入大幅下降 靠税收 经济增速放缓 税收增长也跟不上 那怎么办 只能是借新债还旧债 不断滚雪球 可这雪球越滚越大 迟早有一天 会滚得收不住啊 一旦地方债务违约 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银行 信托 债券市场都会受到巨大冲击 甚至可能引发系 统性金融风险 到时候 别说是基金经理们了 整个金融体系 都可能被拖下水 二 房地产泡沫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患了 多年来 房价居高不下 以经年 中脱离了居民的购买能力 你看看 2024年上半年 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 普遍在20倍以上 二线城市也在15倍左右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普通工薪阶层 要不吃不喝20年 才能买得起一套房 可问题是 房价都涨到这个地步了 还能继续涨下去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一旦房价下跌 那后果就太可怕了 房地产相关产业占GDP的比重 高达25%以上 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 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 更可怕的是 大量房贷和房企债务 都是和房价挂钩的 房价一旦大跌 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就会飙升 房企的债务为约潮就会来袭 到时候 金融体系可能会遭受重创 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 三 实体经济疲软 这些年来 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 实体经济却日渐萎靡 制造业空心化 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经济缺乏内生动力 你们看看 2024年上半年的数据 就很能说明问题 GDP同比增长虽然达到5.5% 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占了大头 消费和出口的贡献却相对有限 这说明什么 说明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不高 还是在依靠投资拉动 更糟糕的是 大量资金都流向了房地产和金融领域 实体经济却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 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很多优质的中小企业 因为缺乏资金支持 而难以发展壮大 最后只能关门大吉 四贫富差距拉大 这个问题可是越来越严重了 据总计 2024年上半年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6左右 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注射会财富 正在快速向少数人集中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你们想想 那些炒房炒股的富人 资产增值何其迅速 而普通工薪阶层 工资增长 却远远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结果就是 富人越来越富 穷人越来越穷 中产阶级也在不断萎缩 这重贫富差距的扩大 不仅会加剧社会矛盾 还会沿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毕竟 如果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都跟不上 那抹谁来支撑内需 谁来维持经济的良性循环 五金融监管缺位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击毙已久了 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 监管力度不够 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累积 你看看这些年爆出的各种金融丑闻 P2P爆雷 银行李 财产品违约 信托产品踩雷 哪一个不是监管不利的结果 更可怕的是 很多金融机构为了追求高收益 不惜钻监管的空子 搞各种创新业务 表面上看是金融创新 实际上却是在变向逃避监管 转移风险 这些风险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埋在金融体系的各个角落 随时可能引爆 6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 这也是基金经理们呼吁放开国债期货限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有的风险管理工具确实不足以应对 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环境 你看看 股票市场有股指期货 商品市场有各种期货和期权 但是债券市场的风险管理工具却相对匮乏 国债期货的使用还受到诸多限制 这却是让很多机构投资者感到束手束脚 但是放开国债期货限制就能解决问题吗 显然不是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全面系统的风险管理体系 包括完善的法律法规 健全的市场机制 先进的风险评估模型等等 单靠一个国债期货是远远不够的 7人民币电值压力 这个问题在2024年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受美联储加息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影响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突破7.3的关口 创下近15年来的新低 人民币电值带来的问题可不小 首先它会加剧资本外流 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 其次它会推高进口成本 加剧通胀压力 再次它会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和投资 不利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 更重要的是 人民币贬值会动摇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如果贬值持续下去 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投机攻击 形成恶性循环 8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这个问题可是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贸易战地缘政治风险 全球经济放缓 这些外部因素都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压力 你看看2024年上半年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15% 这可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贸易战的影响还在持续 很多企业不得不寻找新的市场 重够供应链 但是这种转型哪有那么容易 短期内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更糟糕的是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各国都在收紧货币政策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吸引外资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维持经济增长 难度可想而知 9.过度依赖出口 说到这个问题可真是老生常谈了 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过度依赖出口 这种模式的弊端在近年来暴露无遗 你们看看 虽然这些年一直在强调过大内需 但是出口依然占据了GDP的很大一部分 2024年上半年 货物合幅物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还高达20%左右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经济还是很容易受到 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 一旦全球经济出现问题 或者贸易摩擦加剧 中国经济就会遭受巨大冲击 这种脆弱性是非常危险的 时缺乏创新动力 这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软肋了 很多企业还是在依赖模仿和低价竞争 缺乏真正的创新能力 你们看看 2024年上半年 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 虽然达到了2.5%左右 但是真正能够赚化为生产力的却不多 很多所谓的自主创新 其实还是在国外技术的基础上 进行改良 缺乏颠覆性的原创技术 更可怕的是 很多企业宁愿把钱投到房地产和基隆投机上 也不愿意投入到研发创新中 这种短视行为 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面对这些严峻的经济问题 仅仅依靠放开国债期货限制 显然是治标不治本 政府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 例如 加强金融监管 这可是当务之急啊 必须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加强监管力度 严厉打击违法 违规行为 特别是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 你们看看 2024年上半年 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开出了近百亿元的罚单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面 系统 高效的监管体系 能构集实发线和化解金融风险 去杠杆 防风险 这个工作可是一刻都不能松懈啊 必须要控制债务规模 降低杠杆率 防范金融风险 特别是要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防止债务风险蔓延 你们知道吗 2024年上半年 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已经突破了280% 这个数字可是相当惊人的 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 后果不堪设想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啊 必须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鼓励创新 促进产业升级 特别是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你们看看 2024年上半年 虽然货币政策有所宽松 但是很多中小企业 还是感觉融资难 融资贵 为实模 因为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房地产和金融领域 实体经济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深化改革开放 这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法宝啊 必须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吸引外资 提高经济竞争力 特别是要推进金融市场改革 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 你们看看 2024年上半年 中国确实退出了一些新的开放措施 但是力度还远远不够 很多领域还存在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壁垒 阻碍了市场的有效竞争 这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推进供给侧节 构性改革 这可是提高经济质量的关键啊 必须要淘汰落后产能 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经济效率 特别是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你们看看 2024年上半年 虽然高级数字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速都不错 但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是进展缓慢 很多企业还在靠低价竞争 维持生存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加强社会保障 这可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啊 必须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缩小贫富差距 维护社会稳定 特别是要解决养老 医疗 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 你们知道吗 2024年上半年 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增长速度 已经低于GDP增速了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和保障水平可能会下降 这种情况必须扭转 促进科技创新 这可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啊 必须要加大科技投入 鼓励科技创新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特别是要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 减少对外依赖 你们看看 2024年上半年 虽然科技投入增加了 但是真正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却不多 很多企业的研发 还是停留在跟随和模仿阶段 缺乏颠覆性的原创技术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原始创新 而不是简单的技术 引进和改良 加强国际合作 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 这一点尤为重要 必须要加强与各国的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 特别是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你们注意到了吗 2024年上半年 虽然中国与一些国家的经贸摩擦有所缓解 但整体国际环境仍然复杂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 又能与它国实现互利共赢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总而言之 基金经理呼吁松绑国债期货限制的背后 反映出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 政府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 解决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才能确保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而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要擦亮眼睛 提高风险意识 不要被那些华丽的包装所迷惑 现在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 如果真的放开了国债期货限制 会带来哪些潜在的风险 一市场波动加剧 国债期货本质上是一种杠杆工具 它能放大投资者的收益 同时也会放大风险 如果完全放开限制 可能会导致大量投机资金涌入 造成市场剧烈波动 你们想想 如果国债期货价格大幅波动 会对整个债券市场产生什么影响 那可是会引发连锁反应的 二系统性风险增加 国债期货与现货市场密切相关 一旦期货市场出现问题 很容易蔓延到现货市场 甚至影响整个金融体系 2015年股灾的教训还历历在目 当时股指期货就被认为是 加剧股市波动的罪魁祸首之一 现在如果国债期货也出现了四情况 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三监管难度加大 目前的监管体系是否能够应对 完全放开后的国债期货市场 这是各大问题 国债期货交易复杂 涉及面广 如果监管跟不上 很容易出现监管真空 被不法分子钻空子 四投机行为增多 放开限制后 必然会有更多投机者进入市场 他们可能并不关心国债的基本面 只是为了短期套利 这种行为可能会扰乱市场秩序 影响国债的正常定价功能 无挤压实体经济融资 如果大量资金涌入国债期货市场 可能会进一步 加剧资金脱实向虚的趋势 实体经济本来就缺乏资金支持 如果连债券市场的资金也被抽走 那摩企业融资会变得更加困难 六加剧财富 恩配不公 国债期货是一种专业性很降的金融工具 普通投资者很难参与其中 如果放开限制后 让一些大机构赚得盆满钵满 而普通投资者却无法分享收益 可能会进一步 加剧财富 分配不公的问题 七影响货币政策效果 国债收益率是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 如果国债期货市场大幅波动 可能会干扰国债收益率的正常变动 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 八 加大外汇管理压力 如果允许境外机构大规模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可能会加大跨境资金流动 给外汇管理带来更大压力 特别是在当前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的情况下 这种风险更不容忽视 九影响国债发行 国债期货市场的大幅波动 可能会影响投资者对国债的预期 进而影响国债的发行 如果国债发行受阻 将直接影响政府融资 甚至可能影响财政政策的实施 十道德风险 一些金融机构可能会利用国债期货来进行高风险操作 赚取高额利润 如果出现亏损 他们可能会期待政府出手相救 这就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 放开国债期货限制 看似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实际上却可能带来一系列潜在风险 这些风险如果处理不当 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金融动荡 甚至危及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 那么面对这些风险 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应对呢 BOSS认为可以考虑一下几点建议 一 建计是放开 不要一下子就完全放开限制 而是应该采取建计式的方法 可以先小范围试点 然后根据效果逐步扩大范围 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风险 同时也能够让市场逐步适应 二 完善法律法规 在放开限制之前 必须先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特别是要明确各方责任 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只有建立起完善的法律体系 才能为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三 加强风险监测 建立健全的风险监测系统 及时发现和化解潜在风险 可以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 提高风险监测的精准度和效率 四 引入更多机构投资者 鼓励更多专业机构投资者 参与国债期货市场 以提高市场的专业性和稳定性 同时也要加强对这些机构的监管 防止他们利用优势地位操纵市场 五 加强投资者教育 大力开展投资者教育 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和专业知识 特别是要让投资者充分认识到 国债期货的高风险特性 不要盲目投机 六 设立风险准备金 要求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的机构 设立专门的风险准备金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这样可以增强市场的抗风险能力 也能够防止风险过度集中 七 加强跨部门协调 国债期货设及面广 需要多个部门协同监管 因此要建立起有效的跨部门协调机制 确保监管无死角 八 完善交易机制 优化交易规则 以入更多风险控制措施 如设置涨跌停板 限制单日交易量等 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抑制 过度投机 维护市场秩序 九 加强信息披露 要求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的机构 及时全面地披露相关信息 增加式场透明度 这样可以帮助投资者 做出更理性的决策 也有利于监管部门 及时发现问题 十建立应急预案 制定完善的市场风险应急预案 一旦出现异常情况 能够迅速采取措施 将损失降到最低 说到这儿 BOSS不得不感慨你看 就这摩一个小小的国债期货 背后牵扯的问题可真不少啊 这充分说明了 我国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脆弱性 放开国债期货限制 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实际上却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 权衡利弊得势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国债期 获当成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 它充其量只是一个风险管理工具 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真正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 还是实体经济的创新和进步 所以BOSS要再次提醒大家 不要被那些花里胡哨的金融 闯心迷了眼 我们还是要把主要精力 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才能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说到这儿BOSS突然想起一个笑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天 一个基金经理和一个企业家在饭桌上聊天 基金经理说 我们最近在研究国债期货 感觉前景很好啊 企业家听了 皱住眉头说 国债期货 那是什么玩意儿 基金经理就给他解释了半天 企业家听完后说 我明白了 就是用国家信用来赌博吗 基金经理一听 脸都绿了 哪能这模说呢 这是金融创新 企业家笑了笑说 创新 我看是创死 你们天天研究这个 有这功夫 还不如研究研究 怎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呢 这个笑话虽然有点夸张 但也反映了一个 现实问题 金融创新 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 最终只会是空中楼阁 屏幕前的大家 看待业内 呼吁松绑国债 期货限制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再见